我们刚才说过 Reed 你就预备了一款 下半年组合必备股给我们 那你现在可以开股吗? 你说吧 那我们现在开股吧 给投资者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股票会很长线持住 就是669 即是创科 其实是因为 以积构股来说 这股票一定是 基本上业绩近这一两年 每次交出的业绩都是很收货的市场 是 因为它是一种行业的龙头股份 就是它做了一些 旗下的电转工具 大家知道它有出名的 在北美和欧洲市场 也有一个相当高的市战率 而且在今年上半年 即是第一季 股年已经出来分析 其实有些行业数据 看到它的市战率 是不停侵蚀主要竞争对手 在扩大 而它的增长幅度 比行业平均高 反映旗下的新产品 比市场相当受落 其次当然是大违环境 就是美国的房屋市场也好 甚至整体经济和就职市场也有增长 也要留意拜登的基建方案 即是达成了 未来的基建投资 也会继续增大 所以对于它本身下半年的业绩指望来说 其实也挺有保证 而其他产品来说 它近年很积极研发的无线 即是柱电工具 多元组合 即是有一个叉点 那你就可以配合不同工具 换个嘴 做到很多不同的功能 其实是相当受人受落的 而这方面的产品 这个毛利率也很变得拉升 而在前几年开始 它有些重组之后 其实其下其另一个业务 一个欧洲地板汇利业务来说 其实开始也有一些 从负面走到正面 就是业务都可以回来 所以其实几个业务的动力也挺强的 所以留意股份继续持住 近期股价走势有些纳 也去到一些支持位置 但是看到100天线 现在正在做的 它是133这个水平来说 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到现在没有怎么正式穿过 这个新贵 所以去到这个水平 广角局其实可以趁机试下吸纳 希望回到早前的一些历史新高 其实那个幅度 它最高位是150多的 152的 所以其实潜财式幅度也比较可观 可以继续持住 还有这种 你想想 其实要输的话 你都会回来的 因为其实整个行业的增长都在 它本身 行业增长里面 它自己一天都在抢占市占率 所以这个是可以比较值得 就是期望 是的